853244 香港經濟日報馬航技術性破產減航 循顯2015年6月2日國際金融A-19 本部信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行政總裁 克里斯托夫木·勒克克里斯托夫·密勒表示 馬航以技術性破產將減少航各克M 駐地區性航赤戶該坤或且需財減約6.0個職位 上月獲委任為新行政總裁的德國人克里斯托夫·密勒指 公司今年首要任務是止血 期望於明年回穩及2017年重拾增長 馬航將重組航班、削減歐洲等無利可途遠程路護A 傾向專注地區性路護C 削6,000職位網今年止血克里斯托夫·密勒 隨即向公司全部約2萬名僱員派出終止合約信函 然後向其中1.4萬名僱員提供新的僱傭合約 意味會財減約6.0個職位 去年受兩次空難嚴重打擊的馬航 雖政府拯救財行年破產 但克里斯托夫·密勒於記招上名言 馬航實際上以技術性破產 業務表現早於去年發生兩次空難前已開始下滑 空難連表現雪上加霜 業務加速滑波 去年4月,馬航MH-370航班從吉隆坡飛去北京不久失蹤 239名乘客與機緣連飛機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4個月後,馬航MH-17航班從阿姆斯特丹飛往吉隆坡途中 於烏克蘭領空懷疑租地對空道等擊落 298名乘客與機緣全部喪生 2個月及宣傳 打電話 催省